我看她說扒說得很厲害 我最近吃了一塊扒,有多有趣 我當然是不及到Jessica這麼精彩細鳥 我每天吃東西比我多 其實我也覺得是 她每天都吃肉 不要吃那麼多肉 她不敢出來是否可能敦米比較重 我不能做得你這樣說 我一直想她不是阿凡達那類人 是何仙姑那類的 不是吧,不是楊玉環那類人 不會,畢竟是香港世代 我最近吃了什麼呢 豬扒 豬扒我一看到 我打了個凸 Janet,出第一張照片給大家看看 用紙皮盒在住 沒錯 下面那塊扒 用紙皮盒在住 寫著新鮮 英文這麼簡單,我懂得懂 新鮮豬扒 現在各位 這塊新鮮豬扒 是慢煮的 我以為叫我慢煮 她已經慢煮了 原來她已經慢煮了 還有,慢煮了 我看看食用日期 你真是想不到 今年是2021年 現在是5月3日 5月3日 還是5月4日 5月3日 大哥 他2023年中到期 不是吧 他沒有放雪櫃 不是啊 就是抽真空 不是啊 他用搓炸橄欖油浸著 噢 這次我就有點猶豫 大哥 不放雪櫃 還要食用限期 即是2023年 大哥,至少是兩年 對呀,很可怕 你也覺得很可怕 對呀,正常不行 然後他還告訴你 熟了 熟了你一開就能吃 嗯 我覺得 不是吧 還要是熟了 熟了你 熟了就算罐口也不能放這麼久 幾年 這是事實來的 真的是2023年 好了 那怎樣煮呢 我沒理由就這樣凍食 就浸熱吧 這個巧妙 有提議 要不就放平底鍋 烘熱 他很害怕 平底鍋 烘熱 會不會太熟 你知道 豬扒再烘熱 真是煞煞煞 那樣 以我們做這些 如果說slow code 你應該是浸一浸 浸熱 即是不要拆解封 就浸熱 但他又沒有說明 這塊膠袋 受不受得熱 你知不知道這個豬扒多厚 一吋厚 高過一吋 產地哪裏 他沒有講產地 不是香港做 香港包裝 他真的沒有講產地 我看了整個盒 沒有講產地 是甚麼豬 沒有講豬 我也很留意豬種 因為香港有英國種 和荷蘭種 比較多 當然你不要期望西班牙種 好了 有人就跟我說 這件東西好吃 你輕輕弄熱它 你怕了平底鑊 彈熱它 有一件事 火槍 火槍燒不透心 我個人也沒有心 不用燒透心 火槍燒表面 薄的東西可以 燒一些 吞拿魚 屁股幾下 那些屁股幾下 雞泡魚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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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一下 再浸在清酒 那裡喝 對 照相當厚 很難燒 不是開玩笑 真的很厚 我一時不記得 他說用橄欖油 我以為那些是水 你會用油 一弄倒了部分 我看見 糟糕 我馬上要索 因為我倒到星盤 那裡以為水 嘩 倒這麼多油 不得了 然後再用它 橄欖油也會用 不不不 我後來記得是橄欖油 馬上用它 好了 Janet 嗨 下一張相片 這樣 平底鍋 平底鍋 有些香料 沒有用香料 那些是甚麼 那些是橄欖油 那些是橄欖油 是橄欖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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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香料 我直沒有一滴香料 我最需要倒了一半 剩下少許橄欖油 但我想 我煎少許 我發覺不是辦法 真的會熟 我怕會熟 當然會 我會 我馬上關火 這樣不是辦法 但這麼厚 我要弄到心都熱 是困難的 我道得你心熱的時候 我整件事就是橄欖欖 我想了一段時間 不是了 我就用這個方法 下一張相片 射一下它 我真的用火槍射一下它 我把火弄到不是很猛 我希望第一 表皮 即表面 焦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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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熱就迫進去 希望這樣 但各位 我告訴你 這樣心都不熱 真的不熱 但我相信它 真的可以吃 冷的也沒辦法 對 其實 反過來來說 你應該整個 加上膠也要浸一浸 對 其實應該浸暖 然後用火箱燒 燒過面吃 那就是 對 就不能直接用火箱燒不到心 為什麼我們煎厚牛扒 煎厚豬扒 一定要入焗爐烤焗 就是這樣 煎完再焗 對 是規矩的 太厚的東西要焗 太厚 有厚度的東西 很厚 待會我切出來給你看 真的高於一吋 一定會有進爐 會回它 會有進爐 拿出來再焗 那一鍋會不會很粗糙糙 因為這個slow cone 我們說是浸煎 有些厚度 尤其是豬扒 一定要焗焗它 厚牛扒也會焗焗 是否因為做人也有厚度 所以焗一焗也要做 這叫廚藝 慢慢解釋你聽 你覺得我是不是聰明 這樣用槍噴一下它 聰明 不過是笨伯 好 這種 班哥問有沒有調味 第一 唇用橄欖油炙著 沒有任何調味 那1盒只有一件 一件而已 即是貴的 很厚的 好了,完成了,我切出來給大家看看 我噴得漂亮嗎? 漂亮,質地也不錯 你真是想不到,我只不過在屏幕上,我立即關火,改用火槍 裡面真的不熱,但你不會覺得像吃生爛食物一樣 還有,班哥的肉質,我不知道是因為透過慢煮形成 是不硬的,不粗糙的,大家看看品質就知道了 問題是什麼呢? Slow Coke的目的就是,讓它的質地 他說是60度的,Slow Coke 對,不能超過60度 為什麼會變熟了? 變熟了而已 不能超過60度 現在叫做Slow Coke 以前叫做真空煮飯 Wacuum Cooking 即是用真空膠袋,可以受熱 那些膠袋另外買的 你有空去Edit,Edit那部機器 就是做Slow Coke 調整多少溫度 你放進去就可以了 那些乳鴿也有 有些人的低溫乳鴿是78度 很多都是,鵝肝也可以,鴨胸也可以 但是這種呢 如果全部用Slow Coke 廚師院不能攪拌 千萬不要啊 大哥 我專門先吃一塊 看看究竟它中心 整塊東西有沒有醃過 我不覺得它有醃過 要加一點鹽 黑椒、黑椒灑下去 唇食都能吃到肉味 但是加一點鹽 忍的味道會豐富一點 但是呢,我告訴你 Slow Coke 即是一種懶人煮法 哇,很浪費時間 不是 不是一個 技巧 機器可以做到 計算幾度浸 就是這樣 還有呢 我們吃東西 即是等於 沒有鍋氣 Slow Coke 有什麼鍋氣 那就簡單 不簡單 我覺得 Slow Coke 真的用火槍射一射 樣子也比較漂亮 Slow Coke 有些東西是對 有些東西是不對 哇,你大膽 竟然說Slow Coke 這是新潮流的東西 我專門罵新潮流 罵完它就跟著倒閉 分子料理被我罵到死 分子料理 倫敦那隻Fat 全部倒閉 分子料理是找來攪拌的 有段時間 即是你明白一件事 譬如牛蝦 要不要試碎曲 就明白 煎出來幾好 牛蝦我喜歡用柴火燒 真的 沒有那種 炒烤的味道 不停味道 是不停味道 這個是真的 我有 可以把 CD? 這件事又不需要弄得有散外散 偶一為之,是另類的主法 長期走下去不走,走一走就完結了 阿嬸也要做大廚,要用Slow Cook 你就這樣買回來就可以吃了 如你所說,下次我找葉水浸泡 透一透裡面熱一點 然後找火槍射射他 肯定是這樣做 他的目的就是先讓你浸泡 但他沒有教過浸泡,整個盒沒有說 這就是我和你的分別 我拿一件事就知道怎樣做 這麼多人跟我學習,難道我跟他學嗎 傻瓜 所以班哥大師父真是大師父 你不是想到我跟他學嗎 傻瓜 但他想得出,我相信這可能是疫情期間發展出來的一種 據說是有牛扒 聽我說,還有一個肉類 無論你什麼都好 你擺兩年都可以吃 我嚇我一跳 真的擺兩年了 我有拍下照片 我現在呢 我扔給Janet 我忘記了將兩年的食用期 食用期 我真的純粹嚇一跳 哇,2023年? 給你一個官你做也可以 當然不對 問題是,你吃你不壞 不要說吃你不死 不是大家來試 但問題是,始終是肉 肉裡面有很多碳水化合物、纖維素等 怎樣做 裡面那些 阿珍,我現在E-mail了一張照片給你 那些營養怎樣做 大佬,你不是有缺乏嗎 怎麼這麼厲害 對吧 沒有的 會不會是因為它全穩橄欖油養著 它可以養這麼久 等同封了它 有橄欖油是好些 但我覺得肉類 你這樣用膠袋封著吃 放了兩年 站在我們吃的口感和衛生角度都不好 這是真的 他還說這些油是戳榨的 對 Extra的 我亦相信購買的人 不會傻到放兩年才吃 是你 哈哈哈 我真的 阿珍你拿了照片沒有 一定不會放兩年才吃 還沒有 你拿到就出 是啊 但有so-code 之前叫做welcome cooking 我們已經玩過幾十年前 不是吧 是啊 幾十年前已經有 三十幾四年前已經有 班哥 2023年2月3日 大哥 我知道 那時候不是叫so-code 成份豬扒 特級初榨橄欖油鹽 沒有了 是 沒有了 你真的想不想 你讓你看到這個 2023年沒有雪藏 還有一個問題 它這個包裝有問題 可以被人抽證 不是吧 產地什麼都沒有 是真的 沒有公司名字都不行 它有中文 是啊 不是的 始終被人 不是它有成份標籤 是啊 一定要有的 不是不行的 不是不能出的 這個是 基本上的 一定要求 不是它有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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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生產和包裝 新什麼產 在香港切塊肉 做下去 不是 那時候的才女和法國廚師做這些 梁子山 你知道誰 我知道 咦 是不是他做的 分分鐘是 不是吧 咦 咦 我不懂名字 啊 有時候我問一問 不是不奇怪 不是吧 因為現在是 有這個市場 你明白嗎 是 因為疫情之下 有這個市場 這個不小心 所以可能每母親節都有人搞這些 它不韌的 老人家都可以吃 什麼叫Slow Cook 就是這樣解釋 好了 休息一會 斑哥厲害了 待會回來 有東西好介紹 是的